哈喽大家好,我是一根热爱电影的老条 本期带来一部《机器人小混混》成为科学天才的故事 看似繁华的美国,背后隐藏着很多的不安 暴力犯罪频发,枪支泛滥成灾 人们无法安心地在街头散步 孩子们没有办法在公园玩耍 警察也死伤无数,人们生活在水深火热当中 为了来保护人们,军活公司研发一款机器人警察 他们强壮且勇敢,不畏艰险 成为了人们的保护神,救世主 正因为他们的存在,犯罪率明显降低 他们也被赋予第一警察的称号 但关于机器警察的问题也随之而来 机器人警察该不该拥有人工智能呢? 他们害怕这样的机器人会不受控制 文森特就是反对制造人工智能机器人的工程师 他制造了坚不可遂的驼鹿机器人 这种机器人尽管再厉害 他都必须受人的控制,不能有真正的进行思考 迪恩却不这么想 他一直都希望机器人能够拥有自己的思想 但其他的人可并不这么想 他们不需要有意识的机器人 他们需要的是战士 机器人的修复速度极快 能够马上投入战斗 机器人战警坐着直升机 在天空中跟踪逃犯的一举一动 犯罪分子 他们七拐八拐地进入一个货运港口 与另外一拨人进行毒品交易 可是车上的毒品在运输的过程中都被摧毁了 切记败坏的西波要求他们赔偿两千万 就算把他杀了都拿不出来 西波不听忍者的解释 直接开枪打死了忍者的同伙 为了保住自己的性命 忍者只好勉强答应 只要以刚刚谈妥 机器人警察从天而降 那些警察分子是有抱头数窜的份 机器人警察对目标嫌疑人精准扫射 让他们毫无还手能力 切记败坏的西波拿起发射器 瞄准机器人一枪击中 22号战警就这样倒下了 毁坏程度十分严重 但是人们对少爷胎机器人毫不在意 他们更在意的是战斗能否胜利 公司的订单会不会越来越多 22号机器人被拉回厂里 被判定无法修复的废品 要进行大卸八块原料回收 费罪分子的处力都逃了出来 西波还是要求忍者还钱 忍者原本以为西波被抓 能够摆脱这些债务 到头来空欢喜一场 他们必须该票大的 狠狠地赚上一笔 不仅债务能还清 还够自己逃亡的盘缠 可作案之前 他们需要解决从天而见的机器战警 任何电子产品都有一个总开关 他们只要找到控制器 将总开关关掉 就能肆无忌惮犯罪了 忍者他们盯上了机器人的总设计师迪恩 迪恩是一个机器人狂魔 多年以来都在编写智能机器人程序 经过他不懈的努力终于成功了 但苦于没有时间的机会 他想方设法将即将被拆卸的机器人22号偷走 已经被忍者他们盯上的迪恩遭到了袭击 其实公司早就放弃了迪恩的设计理念 他们不需要能够写诗的机器人 需要的只是能投入战斗机器人 早就将重点转移到文森设计师身上 可文森是一个不争气的主 尽管他自认为才华横溢 设计的陀路机器人更是无人能敌 但他巨大的体型 让警察局的采购员不敢恭位 直接拒绝了他 这让文森特十分的生气 迪恩被忍者他们带到了老巢 对他进行言行扣打 得到的答案居然是 无法关掉机器人 这时 忍者他们发现了迪恩藏起来的战警 他们要求迪恩改装他们所需要的杀人机器人 迪恩对他们说了很多专业授语 听得他们云里雾里 最后他们不管迪恩能否成功 都必须让战警重获生命 经过迪恩的一系列设定 战警复活了 他像一个单小的孩子一样 见到陌生人就躲到角落里 优兰迪小心地召唤机器人 他小心翼翼地触碰他的手 之后他又对迪恩的手表产生了兴趣 他学会了第一个词汇 手表紧接着是小鸡 优兰迪为他取名为查派 忍者他们怕迪恩影响查派的认知能力将他赶走 查派落入到犯罪手里 对社会简直是一种巨大的威胁 文森特也不老实 在事业上受到打击 他起了歪心思 他去找控制机器人的密钥 发现不见了 文森特打开城区后台 发现20号好奇人 已经安装了密钥 心知还不诚实的查派 对一切充满了好奇 前一秒被牛奶吓了一跳 后一秒很开心地去看个动画片 这让忍者觉得他十分傻 逼着他学习开枪 查派的胆子十分的小 在忍者的一再逼迫之下才开了一枪 对于忍者急于求成的态度 让纠兰迪十分的生气 他们内部对于如何教育查派 产生了巨大的分歧 迪恩也没有闲着 在公司里面搜集了很多 关于育儿的知识 文森特不怀好意地来试探迪恩 他试探性地询问密钥的下落 迪恩现在哪里能够搞得出来密钥 开始和文森特斗权则的 耐不住性子的他 将迪恩按在桌子上 用枪指使他交出密钥 公司上下所有人都觉得不对劲 文森特见迪恩 就是不肯就放过了他 生气的迪恩离开了公司 文森特紧随起后 想要看看他究竟在玩什么猫腻 优兰迪不一余力地教授查派常识 一天的时间 他就有了很大的进步 还视优兰迪为妈咪 迪恩带来好东西来教育查派学习 他听到查派满口三话 十分不满 迪恩可是想要按照三好学生的标准 来培养查派的 他和查派约定绝对不能犯罪 让他看故事出画画 像一个好爸爸一样 一点一点地教他 让他对这个世界有了一个正确的认知 和忍者他们完全把他当作工具一样的教育 是完全不一样的 维随而来的文森特目睹这一切 他决定报复迪恩 查派的学习能力十分强悍 第一次接触就能划出一辆车 迪恩和优兰迪被查派的天赋惊呆了 忍者回来 要不是优兰迪阻拦 迪恩早就没命了 他再次被忍者逼走 忍者需要杀人工具 不是可爱贴心的宝宝 迪恩十分愤怒地离开 他愤怒查派一定要发挥自己的思想 不要受坏人蛊惑 据忍者搜集到的消息 很快就会有一辆运筹车 忍者必须尽快地诱导查派 和他们的价值观达成共识 能直接受到邪恶教育的地方 就是邪恶势力泛滥的街头 忍者将查派丢在街头 一群混混朝他过来 不断地用石头打他 石头 钢管 燃烧瓶 让查派身上满目创意 他十分害怕地一拳一拐地逃跑 嘴里不停地喊着我要回家 他们拿着重型机枪将他击到 强行将他的大脑打开 由于查派的反抗 将他的手臂被切合 插在他脑里的密钥被拿走 现在的查派在他们看来 就是一台废物 查派跑走了 他再次回到那个充满罪恶的家里 好在邮兰迪是最真诚对待查派的 为他介绍了新胳膊 为他讲故事 告诉他真诚与善良 任何事物的外貌虽然千差万别 但是最重要的就是人的内心 内心比任何东西都重要 他不会腐败 恨苦无厌 十分生气的敌人买了一把枪 想要去解救查派 任哲改变了教育路线 要做他的爸爸 教他当一个十足的混混 可是查派善良的内心 是不接受他们的邪恶教育理念的 他们将邪恶被装成善意 新春单智查派竟然完全接受了 经过一番学习 他被那混混的气息 毒害得越来越严重 脖子上也带上了大金链子 大摇大摆地走在街上 开始抢豪车 他不知道这就是犯罪 还觉得是在帮爸爸讨回被偷的车 但查派知道是抢劫运筹车是违法的 他是绝对不会干的 他们带查派来到地下教育中心 任哲想购买一些炸药 为他们抢劫做准备 查派一来 西街战警的外星 吓不上一众不法分子 为了引起不必要的麻烦 他待在楼下 看到了一只死去的狗狗 在斗狗比赛中 他失败了 尸体被领不应用的雨水拍打 查派很是心疼 人生有很多的不易 任哲告诉查派 很快他的生命就会终结 他身体里的电池维持不了几天 这让他很是伤心 他决定抢运筹车给自己换个身体 夜晚 迪恩找到忍者的老巢 他发现刚回来的查派不理他 原来查派知道了电池会耗尽 生命会终结的事实 他想要活着 他责怪迪恩的不负责任 文森特也没有闲着 他利用迪恩的密钥 将机器人的程序篡改 所有的机器人警察 在一夜之间全部变成废物 查派也不例外 瞬间探倒在地 整座城市被布法之徒掌控 成为了犯罪天堂 文森特清理了自己犯罪留下的证据 坐等自己的机器人大脉 成为大英雄 迪恩不肯放弃查派 他将查派带到公司 复活了他 即使现在不死 电池耗尽 查派也会死 查派看见了公司的机器人 要求迪恩为他治换身体 但是迪恩拒绝了 生气的查派 抢走了驼路机器人控制头盔 他可以堵取人类的意识 查派带上他 扫描了自己的大脑意识 了解了自己的意识 现在的他只需要足够的资金 就能给自己换身体 他加入抢劫 先是将一个警员 用飞镖干倒 又将一代代现金转移 查派原本以为那些人会睡去 但是没有 他们恐惧查派 他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 只知道有了钱 就有了生命 他们的行动遭到曝光 所以头头的还是机器人公司 自家的机器人 无缘无故出故障不说 原本是城市英雄的他们 竟然还出来犯罪 文森特抓住实际 先是栽赃迪恩 又请求将自己设计的机器人 投入使用 这个时候老板自然不会反对 还要将查派碎时弯断 迪恩带着武器装备 去找查派 仁哲他们抢到的钱 十分开心 但查派得知 没有新身体后 十分的生气 他恨仁哲骗了他 迪恩为查派带了枪 让他保护自己 查派很难抉择 他不想反抗 反正自己吃倒一死 西波在电视上看到 查派的无敌 来挣脱他 双方展开了激烈的枪战 不料文森特又来凑热闹 他原称操控着陀路机器人 想要将查派大卸八块 范尊分子在他面前不堪一击 而陀路机器人也任凭他们扫射 没有意思的退缩 文森特完全将这里 当成了修罗场 恨不得将这里依为平地 他的终极目标就是迪恩 陀路机器人朝迪恩窗过来 查派挡在前面 陀路连中两枪 可查派根本就不是陀路的对手 被击倒在地 之后 文森特发了疯似的开枪扫射 迪恩不幸中担 查派将一言一息的迪恩带走 逃跑途中 查派回去拿毒具意识头盔 结果头盔被毁 忍者留下来断后 其他人趁机离开 尤兰迪放不下忍者 拿起手中的武器向陀路开枪 陀路开枪反击 尤兰迪不幸中担 关键时刻 查派引爆了炸弹 陀路变成了废体 尤兰迪的死和迪恩的受伤 彻底激怒了查派 他一定要解决文森特 查派找到文森特 一拳又一拳地打在他的身上 又一次地将他掀翻在地 直到他不再动态 之后 查派马不停地地将敌人带到操作室 警察闻讯赶来 他们想方设法地破门 查派有一个大胆的想法 他将敌人的意识输入到机器人身上 虽然敌人的肉体就这样死去 但他的灵魂 永远留在机器人的身体里 一时转一的十分成功 敌人活了下来 敌人也用同样的办法将查派复活 查派搜索到距离自己最近的机器人战警后 连接等待着意识传输 敌人按下确认键 查派瞬间失去了意识 这时警察冲了进来 敌人赶快逃跑 他在路边看到一个复活的机器人 这就是查派 他们都没有死 伤心失落的忍者将幽兰蒂的物品都烧掉 他只留下了最重要的两个 一个是洋娃娃 另外一个是带有幽兰蒂意识的优盘 他们一起将幽兰蒂的肉体埋葬 查派答应他 一定会让他制造一个新的躯体 曾经视机器警察为救世主的国家 将机器人警察停用 他们重新启动了后备警力 现在的人们既恐惧这种未知的力量 又依赖这种力量 依旧没有停下制造机器人的脚步 最后查派复活了幽兰蒂 再不久的将来 他们会再次相见 电影到此告一段落 本片是美国科幻电影超能查派 通过对未来世界的想象 让我们再一次对科技充满热情 或许在未来 我们的世界和机器人将密不可分 但请别把他们拍到邪恶的地方 他们不是杀人机器 是能够和我们一起生活的朋友 这是一部非常值得深思的电影 老油条我是分推荐本篇 好了 本期就是这样 我们下期再见